好,我們繼續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好,有個絕熱杯裝20度C200克的水 溫度100度C直在100克的鐵塊投進去 沒有熱量損失,最後水溫多少 就是兩個混合 但是現在有比肉問題 有比肉問題 好 來 我們說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溫度會一樣 所以最後水跟體塊的溫度會一樣 就是最後的末溫 會這樣原因是因為熱量會從高溫到低溫 而且轉移的時候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絕熱杯,所以就不會有散熱問題 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就這樣算 所以就把它帶進去 左邊放放熱,右邊放吸熱 放熱就是 放熱 這邊是 那個 100克的 100克的鐵塊 比熱0.113 然後呢 它是100度C降溫 降到T度 然後呢 200克的水 比熱是1 升溫 20升到T度 好,我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理化結束 後面叫做速選 認真算 努力算 慢慢算 這看起來好像不太能整足的樣子 所以大概呢 24.28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這樣做就可以了 就是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這樣算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換你們 可調溫度的恆溫箱 表示溫度都一樣 質量100公克 鋁塊10分鐘 取出來 這樣表示 鋁塊就跟恆溫箱達到熱平衡 溫度都一樣 然後把它丟到水裡面去 水溫到32 就表示 末溫是32 然後 一公克的鋁升到一度 需要0.2卡 就是要是你比熱是0.2 請問你恆溫箱的溫度 就是鋁塊一開始的溫度 因為要跟他放到10分鐘 達到熱平衡 OK 來 找三位 27 10號 31 上來 上來 三位 大哥大傑上來 上來 快點 上來 快點 上來 快點 天黑了 世界末日 小心 不要踢到我的線 請算 快點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散熱 怎麼散熱 H等於MS ΔT ΔT 我們現在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快點 好 好 沒關係 我需要你的答案 我需要你的答案 你回來了 你回下去 我需要你的答案 我需要你的答案 第一個 我完全不了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20s-32 s就是什麼 你直接就成完了嗎 就沒有好好算 就是初溫码X码 然後末溫是32码 那為什麼共在一個20 因為你就是100乘0.2 然後呢 後面就是2400 你又省略一步了 省略什麼 水的質量是200 然後比熱衣就200 然後這邊溫度變化 32-20 12這24 你就完全省略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你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會不知道你怎麼算 你會不知道你怎麼算 那這位大姐 你會知道你出來哪一天嗎 你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所以這裡是12 這裡是32-7溫20 那這裡是高溫減低溫 應該是X-32 不是32-X啊 好 想互相接觸 最後必打熱 平衡溫度會一樣 過程中因為熱量從高溫到低溫 然後呢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T 代數據 那個恆溫向鋁塊放熱 質量乘比熱 乘以溫度變化 高溫減低溫 T-32 等於水吸熱 MS-T 質量200 比熱是高溫減低溫 32-20 然後就數學了 往裡面帶 答案就會出來了 所以答案選出 所以練習結果答案是出 就這樣 很簡單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T 就這個想法 就解決掉了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